穿紅色上衣的男子 和警方發生激烈拉扯 只見他又是抬腳又是揮拳 一個踉槍跌倒 害袁警跟著慘摔 男子站起來還想繼續跑 如果民眾看不下去 上前幫忙壓制 沒有幹嘛 我幹嘛要跑 那你就抓一個 也要抓 不會跑掉 沒有 他抓了 結果兩個人就要跑掉 擔心被誤會成小偷 會被抓去關 男子情緒相當激動 袁警只能加派人力 到場支援 坐我們當天 現在坐開 12號晚間10點多 男子獨自一人 來到新北市中和新南夜市 在路邊停放了機車附近徘徊 還出手拍機車坐墊 民眾以為他要偷車趕緊報警 雖然最後證實他並沒有偷竊 單純因為看到警察太緊張 才會失控 無愧於心卻極力抵抗 才會不小心遭到誤會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